大家好 我是A番 今天我也要继续为大家介绍 美国人最喜欢网的枪车球 里面的打枪 说到安全的打枪 当然是Nerve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Nerve里面的 超精一 这个枪是一把自动联发电动枪 国内淘宝上一般叫它都精一 精英的音 我不知道它一怎么来的 它名字应该是叫Rucker Strike 没所谓 大家这么叫 就这么叫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把枪是把一体感非常好的枪 正常Nerve的那些电枪 后面可以装枪托 这个是自带的一个枪托 这枪托本身可以调节长度 所以无论大朋友啊还是小朋友啊都可以 非常非常轻易地用这个枪托 不会觉得太强也不会觉得太短 你小朋友你就小短一点好了 枪声本身也不大 就是挺好 而且一开始我是觉得这把枪好像一体感太大了 就是整个枪太完整 买回来好像就一把枪本身 没什么可以改动的地方 然后 我发现我是错了 这把枪拿回来以后 我发现好多 好多鱼骨啊 就可以它可以做很多战术的 自己的战术改动 最简单的 它有前鱼骨 就是说 就是把手可以随便装上去 然后 它上鱼骨 侧鱼骨 两边都有侧鱼骨 就是它可以装一堆瞄准器 你把手也可以随便装 例如我现在装一下瞄准器 就是整个枪除了不能装枪托以外呢 它可以装的配件非常丰富 上面有两个鱼骨 所以你可以随意 在喜欢的位置装 瞄准器 就是适应你的瞄准器 而且本身因为它是一根很完整的发射器 它有自己的机械瞄准器 在这里它看上去有一个小洞洞 就可以通过这个小洞洞跟前面的准心来瞄准 所以 就是这些你没有买任何配件也没所谓 侧龙骨 就很丰富的这个枪可以装的配件 例如 我在这里我装一个 全新瞄准仪 像我想瞄准远一点敌人 我可以在后面装一个瞄准镜 可以这样用 就丰富了它的改装程度 而且它的枪管本身可以装不同的枪管配件 所以 可以接长到你看 可以换不同的枪管进去 就让这枪的改装真的非常丰富了 但因为这个枪本身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 就算你不装任何配件都非常好 就算你不装任何配件都非常好 可能因为它 它转心 其实那个机械转心非常好 并不是要装其他特别的光学转心 而且NORF的光学转心 而且NORF的光学转心本身也没什么能用的 呃 就像我刚才说过那样 这是一个可以自动连发的枪 就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电动枪都不是自动连发 所以你每按一下它那个推杆 把一颗子弹推出来 它这个枪因为用的电池比较多 用了4颗那个C号电池 所以它那个推杆也是会自动推 所以呢可以 你只需要按着马达 然后按着绑机 它就会可以颜色了 就12颗子弹 一下子就没了 就一开始我是觉得 这个 战术导轨还可以当体绑用 非常舒服 就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把 发射器没什么特别 就就是 作为一把电动发射器来说 35这个价格还OK 然后我就 买了然后 买回来发现它 我战术鱼骨 战术鱼骨非常多 就除了不能改枪托以外 什么改枪都可以做 上下鱼骨 枪管一大堆 而且 自动联放 就 大家可能想 2016年了 那个新出的超一 可以更快的自动联放 没错的 因为我买这个 发射器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和超一 做 评测的时候 做个对比 所以我才用手 但我想不到它这么惊艳 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装配件在枪上面的 所以这个枪非常满足我的需要 这枪本身配的蛋糕是一个18发蛋糕 比一般的配的12发蛋糕要多 因为毕竟自动联发一下子就没了 如果你12发的话 18发呢就多很多 然后我们试射一下吧 因为我怕顶到手机我就把枪托缩回来了 然后我们的目标继续是代表军国主义的舰队收枪里面的雷小姐 它的脚已经之前被我们射过很多次 已经射得它站不起来了 所以就让它跪在椅子上 18发子弹一下子就没了 18发子弹一下子就没了 我觉得因为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把今年新出的那个自动联发的枪超一里面 还是保持送了一个25发子弹的弹骨 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一个自动联发的枪来说 那弹骨才是真正的基本配置 但的话你一下子就射完了 所以呢我觉得刚才大家看的也不是很爽 所以我们再用弹骨来射一次 好了 射吧 大家也看到其实它子弹威力不是很强大 之所以可以把雷小姐打下来 只是因为毕竟就每一颗子弹打到折板的时候 折板还没站稳 它就被射第二颗子弹 就连射威力就体验在这里 再说它价值就现在这个枪真的不贵了 超一要50美金这把35美金 当然它速度就慢了 但它本身结构的话 我觉得两把枪没什么区别 就是如果你觉得超一的那个造型不好 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把金一 而且这个造型我真的非常喜欢 拿起来非常舒服 就虽然就我一开始不喜欢它 就觉得它没什么可以改造的地方 但是才发现它可以改造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我也没什么所谓 而且配的弹夹也是18发直拍弹夹 就很多人说弹骨容易卡弹 所以喜欢用这种18发弹夹 所以它配一个18发弹夹也是非常划算的地方 而且枪的它本身的那个 枪管拿起来非常舒服 并不需要特别放些枪托 而特别的打手 而且它的枪托本身也非常舒服 所以即使不能放枪托 拿起来也非常开心用起来 而且这样提一下 枪的造型也很 很有一把近未来的突击步枪的感觉 就我看上去拿起来有点像最近玩那个 斗阵特攻队还是守望先锋里面的那个 士兵76人拿着那个枪的感觉 这样 就非常好的一把武器 价格也不贵 毕竟是一个快要淘汰的商品 但用起来又好 射起来又爽 就非常值得用手的一把武器 跟超义做对比 所以这个评测也不是什么新发射器的评测 就一把旧东西 但既然有了 就拍个视频做一下评测吧 今次节目就到现在为止了 欢迎大家收看 下次再会